孟子 藤文公张志夏 九二之一 宫都子曰 万人皆称夫子浩辩 敢问何也 孟子曰 日起浩辩在 日不得已也 天下之声久已 一智一乱 当摇之时 谁逆行 泛滥于中国 舌龙之之民无所定 下者为朝 上者为盈窟 书人降水仅日 降水者洪水也 时日之之 与折地而住之海 吃舌龙而放之租 谁由地中行 江淮和汉是也 贤祖寄人 鸟兽之害忍者消 然后忍得贫土而知之 遥顺寂末 圣人之道衰 暴君带坐 坏公事以为无耻 民无所安息 契田以为仁佑 使民不得一时 邪说暴行又坐 仁佑无耻 配则多而禽兽之 即咒之声 天下又大乱 周公向武王之咒 法焉三年讨齐之 吃飞连与海鱼而露之 灭国者午食 吃虎报西巷而忍之 天下大热 书热 披贤灾 文王魔 披成灾 武王烈 又骑我后人 嫌你正无缺 明年 完 明年的